自乎功效 如果是paper mask 一定要用敏感肌用 成分天然 如果是補濕 補充抑生菌和膠原蛋白 和舒緩敏感 其實可以日日敷 而 gel mask 也是保濕 或者有人用 mascara 抗敏感 這些都可以日日敷 但我自己覺得 收穫性比較高的面膜 例如有NMN、NAD Plus、蝦祖糖膠 或一些抗老子氧成分 可以入到細胞的深層 所以效果是耐久一點 耐久了兩至三天就不需要日敷 脂氧型的面膜精華厚一點 敷的時候已經吸收了 敷完不喜歡的感覺 其實可以洗掉 而面膜的面膜全部都是Clean Beauty 沒有有害成分 所以不用特別洗走 你可以按摩一下 然後再塗平時的精華和Cream 其實兩種都會好補水 不過 gel mask 的好處就是快 例如這個敷5分鐘就完成 paper mask 就要敷差不多10至15分鐘 補水就是看一下裏面的精華、濃度 深透度有多高 比較乾、成熟和敏感的肌膚都很適合Cream Mask 因為它收穫性比較高 而且可以做Sleeping Mask 抗敏和Anti-aging都很好 而泰曼娜的甜霧面膜 可以做daily的Sleeping Mask 因為它的質地比Mascara薄一點 就算開冷氣、睡覺也不怕抽乾水分 一片面膜起碼有20ml的精華 敷15分鐘好像真的吸不完 所以在敷的時候 可以用Venif的美容肌 它有一個Mask Mode 可以令到精華吸收得更快 因為它可以令到肌膚的吸引力多3倍 15分鐘已經等於敷了45分鐘 壓了精華進去肯定不會浪費 但有一隻面膜 因為它本身的活性太高 Synergy NL Mask 所以皮膚可能要適應 不用再用美容肌去催谷它 DETOX的泥Mask是很好用的 幫你吸油、去角質 一個星期用一次兩次 乾不乾到裂呢 其實是很DEPEND ONMask 有沒有加多保濕和修護成分 還有泥是否漂亮 你用這一隻就不用怕了 因為DETOX的同時 反而有維他命B3幫你做修護